无人机挺进道路中段的台八线173K附近 发现受困在民隧道的精英酒店员工 那找到了啦 受困人员看到无人机就像看到救星一样不断挥手 镜头往右带发现头戴安全帽穿反光背心的施工人员 不断挥舞红旗引起注意 不过把画面拉近一看 民隧道前方停一台小巴外观完整 但是后面这台车尾明显遭到落实几重 凹陷变形 第一台是完整的 第二台有被杀毁 精英酒店47名员工搭乘了四辆小巴 要从花莲开往酒店碰巧遇上大地震受困 公路局全力抢救出动空拍机 终于找到受困的26人 那边的人已经受困了 已经受伤了 又没有东西喝又没有东西吃 对啊他们好辛苦 他有发现一些陆区出来车辆都有被落实杂到 所以我们也是在评估的状态 OK我们才做前进的动作 救援队挺进灾区 右侧不断有落实掉落 赶紧倒车撤离 画面相当惊险 另外有八名外国游客受困在中恒山区 四号上午也顺利脱困 每个人都在这边都在这边 酒店都在这边都在这边 都在这边都在这边 大家都在这边都在这边 这边都在这边都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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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搜救队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要将受困民众全数九出 欢迎新闻综合报导 请订阅 按赞分享 淮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 请订阅分享